大会要求全党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一思想和行动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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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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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典 不是 そ 没有 老统是比较然了 要认真地选结巴人 这是个百年打击 今天恐怕是讲的人 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 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 真正的危机 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 没有一派严抚力强的 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 否则我们搞实话 会只变成看三个话 老统是比较然了 要认真地选结巴人 这是个百年打击 这是我们一个战略问题 要有鬼有名了 游不当了 嘿大家好 我是雨默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雨默讲新闻 再过几个小时呢 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就要在北京召开了 估计等我发布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会议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今天呢 我们就聊聊这次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会有重大影响的六中全会吧 首先呢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明年中共二十大做准备和定调 其次呢 这次会议会审核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个就是习近平版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这个决议呢 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当然呢 也将会影响习近平二十大的连任 我们知道啊 在中共党史当中呢 只有两个历史性的决议 一个呢 是属于毛泽东的 一个是属于邓小平的 前两个历史决议啊 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呢 是他标志着新的权力核心的诞生 也就是说 他经历过多次的党内权力斗争之后呢 而决出的一个新的权力核心 毛泽东和邓小平呢 其实就是这样出来的 第二个呢 是他代表着国家战略目标和路线的一次更新 我们讲讲第一个历史决议啊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1945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啊 他通过了一个叫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的背景呢 是延安整风 通过这个决议呢 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他总结了中共建党二十年的一些若干问题 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四个政敌 陈独秀啊 瞿秋白啊 李立山啊 王明进行盖棺定论 认定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 第二个呢 他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全面领导地位 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第三个呢 就是中共战略目标的一个转移 从这个 从这个决议以后呢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就要就要从农村走走向城市 要中共就开始准备开始打内战 夺取政权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呢 是在1981年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他的他的这个决议名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呢 邓小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七分工三分过 否定了毛的个人崇拜 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 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简单来说呢 邓小平对建国以来的前30年毛泽东所走的路线的一个否定 也就是不论反正 这两次历史决议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搞这个第三次历史决议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他二十大的顺利连任 第三次历史决议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确立习近平在党内的历史地位 从此他就可以比肩毛泽东和邓小平 那对于明年的连任呢 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执政这九年 他一直在为自己连任或者是中生制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就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呢 在2018年呢 通过了修宪 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扫除了自己连任的法律限制 第二个呢 他今年宣布了中国实现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达成了他在十八大提出的政治目标和任务 第三个呢 是他又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政治愿景 为下一个任期呢 奠定了政治基础 而现在呢 他又在准备中共党史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来确定自己在党内的历史地位 为自己的连任和终身制呢 扣上一个爽保险 那这次十九届六中全会有什么重要看点呢 我们知道啊 毛泽东版的若干历史决议的通过呢 是否定前六次党代会所谓的或左或右的这个凑路线来确定自己 是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 而邓小平的这个建国后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呢 他是通过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来确立改革开放路线 以及自己的政治地位 那习近平版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呢 他重要看点就是他如何评价邓小平 以及他的改革开放路线 关上这一点呢 我们就要看习近平是否会对过去毛泽东时期的文革 做出一个新的评价 我们都知道啊 邓小平否定的文革 才确立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那这次习近平会不会通过对文化大革命新的评价来否定邓小平 以及他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错误呢 从而确立了这个习近平今后的领导地位 和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路线方针 这些都值得我们观察 毕竟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呢 中国确实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而在很多官员当中呢 也产生了很多腐败现象 并且在外国资本和中国权力的结合当中呢 确实令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很多贪官污吏 而习近平呢 也经常是以抓贪腐而作为自己主要的政绩的 有没有个人认为啊 这次十九届六中全会议也是习近平封神的会议 一旦第三次历史决议顺利通过的话 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比肩毛凳 而且是在世的第一人 真正的定于一尊神一般的存在 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呢 可能也会按照他的个人的思路来进行 所以说呢为什么这次会议那么重要 因为他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甚至对世界政治格局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与莫讲新闻 我是与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